这是一个年龄不大 一个中年妇女 她的女儿来找我看病 已经有将近一年了 从去年的八九月份 就老来找我看病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她的妈妈呢 她自己说她身体很虚 经常这里热 那里痛 什么地方酸 说身体很虚 然后呢 有一阵子有个咳嗽 就去医院进行检查CT 发现了左下肺有一个结结 所以她总在看 又在当地了抗炎治疗抗感 老是不消除 所以她就拿了片子来看 我一看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肺 因为边缘不光滑 有各种的凹凸不平 里面又有一些空气的空泡和气管影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朋友 所以建议她尽快手术 但是这个女孩子呢 很疼爱她的妈妈 所以呢 总是说我妈妈身体不好 可能做不了手术 总在怕手术会打击她的妈妈 但今年呢 这将近一年的时间呢 一复查呢 肿瘤稍稍有点点大 我强力告诉她 这不能再耽误了 这么年轻 然后做全身检查 别的地方也没事 说明这个肿瘤了 还是生长比较慢 不是那么活跃 其实虽然这个中年妇女呢 她各种不舒服的表现比较多 但是她的心肺功能 各种检查全部是正常的 医生评估她的手术的安全性 是非常高的 那么做了工作以后 就上周我们给她做了 单孔胸伤性下的 左肺下业切除 加淋巴结清少 术中的冰冻病例 还是肺的这个年夜限癌 因此呢 现在这两天也恢复得很好 所以就说如果发现了 小姐姐需要做手术 医生会做全面的评估 看手术安全性 不要就是说仅仅是表面的 觉得她身体虚 因为可能50岁左右 女性同志 很多都有了跟年期 跟年期会表现出各种不舒服 但不代表她的各种心肺 各种脏器的功能有问题 所以她接受手术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发现这些小姐姐又可疑 这个节节已经是两公分左右大小了 所以一定要听医生的尽快治疗 如果再耽误 可能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这件事情 最终的时间 网友 希望此位 感谢观看